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最近听起来火气比较大 我个人非常接受朋友的劝告 那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像我跟朋友们说的 说修行的人有时候修炼的人有时候 他难就难在有些东西就我个人而言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东西他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之后 特别是看到某些客观的结果要发生 那当他在描述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大家有缘相识嘛 遇到的事情 遇到的麻烦 遇到的灾难就在眼前 听了半天我节目 然后自己又不悔悟 自己又不明白 那大家有缘相识 希望能够透过我个人的节目能够帮上 能够帮上一种理解 有人说眼见为实 对吧 其实呢 有一个说法 说你看见了 你看得清吗 你看得清 你看得明吗 你看得明 你看得透吗 你看得透 你看得开吗 这是眼见为实引述下来的 其实在我说 你看得开 你为什么还看得见呢 你能看不见吗 可能很多朋友不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看不见的意思就是 人活着就一口饭 任何事情的处理 只是一念之差 这一念之差 是在人的利益上 还是在自己人的尊严上 所以这是我觉得 在现实生活中 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有时候可能觉得 特别是2017年来了 在我眼睛里觉得很 觉得很麻烦 那有时候可能就觉得说 哎呀 怎么在我 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这么费劲呢 就看那个留言里头 这么费劲呢 所以跟大家抱歉呢 就可能有的时候 确实 守住自己了 心里企及 态度上 语言上 不是很礼貌 这是事实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英文媒体说 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政治代价 金融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 写的文章 在今天的环境中 比起主政人四年前上台之前 中国变成了一个更加压制和极权的地方 在他成为领导人之前的大约40年间 中国人与统治者之间有一种默契 中国将走向更加开放 但是习近平改变了这一切 他一再排斥开放的民主理念 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政治思想 相反提倡了伟大复兴 这里面就包含着我刚才说的 看见了未必看得清 看清了未必看得明白 看明白的未必看得透彻 更谈不上看开 他根本没走到这一步 更加压制和极权 谁被压制 如何显示出极权 中国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有一种默契 中国将走向更为开放 统治者是谁 共产党 这里说的是共产党 和拥有共产党的那些绝对的权利者 在习近平之前 是八九六四之后的江泽民的统治 而他说在四十年间 这四十年间发生了在天门广场屠杀学生 他却把它视为一种 中国将走向更为开放的标志 这是对死去学生的侮辱 所以这篇文章 恐怕他作为北京分社的社长 在北京待的时间 被阴霾给埋了 我个人不太认同的 你说是八九六四之后 让人看到一个明确的时间段 你说四十年 这是从邓小平那说起来 我们当初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是有这个概念 但八九六四屠杀人 你怎么能说出中国将走向更为开放 所以这就是问题 习近平改变了所有的一切 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他没有在大规模杀人 这是事实 邓小平杀了学生 江泽民屠杀那些信仰真善忍的 这些修炼 佛法修炼的人 习近平四年来 打遍了贪官 但他没杀官 没杀官 你想想 但他得到的反馈之声 却让很多人不高兴 为什么有这想法 文章说 反腐运动虽然在民众中颇受欢迎 但是在军方和公务员的官僚体系中 却并不那么受欢迎 他们正是任何一个集权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话就说出真谛了 对不对 那如果在军人中 在官僚 公务员的官僚体系中 习近平的做法不受欢迎 不正是他的做法在击溃过去几十年里 共产党统治的根基吗 所以老百姓高兴吗 说集权组织 集权统治 要仰仗这样的公务员的官僚体系 共产党的官僚体系 和中共军队的官僚体系 所以习近平的做法 表面集权的做法 与中共官僚体系是对立的 不是你自己说出来了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不就在建立国家体系 要废掉中共党的体系吗 所以 别看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这么大牌的 驻北京封社社长 雾霾很厉害 晕死他算 Som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 Yun dot com 最新的消息 新疆和田地委书记张金彪严重伪计被查 张春贤下来之后 新疆没有出什么太多的声 然后敲目声的 特别是围绕着和田一带 就开始出人了 死人了 中纪委的网站5号登出消息 张金彪涉嫌严重伪计和失职 失查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我们知道在和田出现过一些相当大的暴力冲突 那在此之前三个月前 和田地区下属的和田市的市委书记陈远华 因为受贿和滥用公款被开除 所以你看到原来的政法委体系 就是周永康的这个体系的官员太深厚 整个系统都是人家的 都是姓周的 都是周永康的 那在他处理过程中 你会感觉他与其他地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在处理同类事情上是有差别的 有着内在的细微的差别 但他在一步一步走 潘志华国赌局局长枪击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件事情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一开始呢 大家欢声一片 当然在微博微信都在完全被封杀的背景之下 但是在欢声一片的过程中 突然就看到消息说 这个市委书记没死 挨了三枪两个子弹取出来了 那市长也受了伤也没死 开枪的哥们死了 然后大家就一片惋惜 说这一眼 昨下我节目中说了 我打那看来是第一次干这事 因为非常罕见了 所以这哥们呢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一口下去不知道是咬哪 所以心里就不是很拔稳 打自己挺拔稳 一枪打死了 打他们没打死 所以老百姓说 这事这怎么整的 怎么没打死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老百姓的心态 不是他好他坏 而是他死没死 当官的咬 咬死你们 缺胳膊少腿才高兴 整个中共官僚体系 如果老百姓的态度 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那今天主政者选择的路 就是对的 你想过没有 就是对的 文章提到说 中国资深的传媒人 石飞克发表文章提到 中共暴风急雨般的 反腐反贪期间 枪暗传播 罪见人心 没有同情 只有猎奇 惊态和幸灾乐祸 当说书记没死的消息时 反激起了一片遗憾之声 成可谓人心唯威 人心不在私质 而是私乱 略微怪异又合乎逻辑 那就没错了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 其实大家想过没有 这是一个转型的非常恰当的时候 抛弃就有的整个官僚体系 抛弃就有的整个官僚体系 把中共当时江泽民所统领的整个中共党的官僚体系 作为今天 中国走向新的 一灭的 祭祺的 作为它 就作为一种被打击的对象 我不开玩笑了 用共产党的方式 灭绝共产党 让共产党走入到绝境 打击共产党整个官僚体系 今天反腐他正在做 所以 凡是认为 其实说习近平今天 王岐山今天走的是独裁者 你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我不骗你 你被灌输的思想 你越觉得自己有文化 其实 是聪明者的愚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